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沃尔夫射门被凯帕扑出 加拉格尔进球被吹掉 最终切尔西2比0击败多特蒙德 以2比1的总比分成功晋级 比赛刚刚开始一分多钟 切尔西就获得非常好的机会 斯特林接到直塞球 带球推进到禁区 获得直面门将的单刀机会 但是他想太多了 没有完成射门 批球被回防的球员给断下了 不过 就算这个机会斯特林把握住了也没用 他已经略位在先了 第五分钟 多特蒙德就遭到打击 布兰特受伤无法坚持 被雷娜换下场 随后 菲利克斯带球突到底线附近小角度射门 门将把球封堵出去 第16分钟 多特蒙德获得禁区前沿的任意球机会 罗伊斯主罚 他直接射门 开爬飞身把球扑了出去 第24分钟 沃尔夫送出直塞球 雷娜清查 扛住防守球员推进到底线附近 随机把球横扫门前 但是 很可惜 没有队友在门前完成包抄射门 三分钟后 哈福斯在禁区内把脚怒射 皮球击中右侧立柱弹了出去 太可惜了 第32分钟 科瓦气齐禁区外凌空暴射 动作非常舒展 只是踢偏了 6分钟后 斯特林突入禁区单刀抽射 被门将扑出 哈福斯得到皮球 他远射直挂死角 但是 很可惜 因为斯特林约位在先 进球无效 哈福斯双手抱头非常失望 随后 库利巴利门前的空门机会竟然变成解围 非常不可思议 第43分钟 切尔西终于进球了 斯特林进区内射门踢磁 但皮球恰好停在他前面 他顺势带球过人后报射 这一次球进了 切尔西球迷狂欢 半场结束 切尔西1比0领先多特蒙德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48分钟 沃尔夫进区内守球 裁判看了回放后判罚点球 哈福斯主罚 虽然骗过门将 但射门击中力助弹出 不过 幸运的是因为对方球员提前进入禁区 点球重罚 哈福斯再次主罚 这一次他打进了 切尔西两回合总比分完成反超 主场球迷沸腾了 第57分钟 阿莱在射门被挡出 被林恶母捕射竟然踢偏了 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第65分钟 多特蒙德再次制造威胁 沃尔夫进区内大力抽射 凯帕把球扑了出去 第72分钟 俱乐在禁区外大力抽射 力量很足 打圆脚 结果稍稍偏了一点 三分钟后 切尔西踢出快速反击 斯特林接到直塞球 突入禁区 送出横传 加拉格尔轻松把球送进空门 不过 斯特林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最终 切尔西2比0击败多特蒙德 从首回合的0比1到现在的2比0 切尔西以总比分2比1逆袭淘汰多特蒙德 晋级4分之1决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